令到了特朗普政府 最為敏感的這個貿易數據 在昨天是出爐了 那美國2016年貿易赤字 是創了四年來的新高 而此前特朗普已經是 啟動了各項措施 來開啟貿易保護主義的大門 美國商務部公佈 2016年12月 美國對外貿易逆差 環比收窄3.2%至442.6億美元 低於預期的450億美元 結束了連續兩個季度 逆差增闊的勢頭 當2016年全年貿易逆差 達到5023億美元 創2012年以來年度逆差新高 對中國和德國12月 及全年逆差均有所收窄 美國經濟學家安德爾·亨特表示 預計美國貿易逆差 今後幾個月還會增闊 而由於2014年和2015年 美元大幅升值 對外貿的負面影響減退 加至全球需求進來回升 美國出口可能將會繼續走強 相關專家還表示 2016年下半年 全球商品出口同比跌幅迅速收窄 無論是發達經濟還是新興市場 出口都有明顯改善 其中美國改善優於歐洲和日本 而在中國方面 雖然2016年出口跌幅有所收窄 但人民幣貶值對出口改善效果仍然有限 另一據外媒報道 德國外貿協會主席博爾納昨天表示 今年德國出口增長可能低於預期 因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構成威脅 他稱特朗普就職後的一些初步舉動令人擔憂 他的保護主義立場對美國和德國經濟均會構成威脅 而英國脫歐以及歐元區債務危機 也會為經貿往來再填一筆風險 他說德國今年出口增長預測 將會被打上一個大文號 亞太第一位是綜合報導 好 馬卡我們來說這個貿易數據 雖然在這個公佈完了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金融市場 沒有一個太大的一個波動 但是其實這個數據 還是比較值得大家來關注的 因為我們依然要說到 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 那麼他之前就一直希望可以說 縮小這個貿易的逆差 這樣的話可以來提振國內的經濟 可能對於他的這個貿易保護主義 會有一個支撐的作用 那麼在之前他已經是口頭干預了 說這個美元太過強勢 那我們發現很這個有效 美元馬上就下跌了 那麼現在對於這個出口來說 您覺得能不能夠持續地來增長 美國的問題我看是一個 不但是這個匯率的問題 其實如果說從這個產業的 這個升級的角度來看 他真正比較賺錢的 其實是他們做這個品牌 科技方面的 或者是在全球方面 做這個運營的方面 比方說有些品牌 他不一定集結地 從美國方面出口去別的地方 他可能是在亞洲地區做這個加工 然後慢慢地反過來 是賣進去別的現金的這個 歐洲 美國這個市場 所以從這個貿易數據集結去看 它可能是很多的溢價 但是真正還是在他們 美國企業方面勾搭裡面 他們是賺大部分的錢 比方說我們看一個 以及美國的手機 經過很長的這個過程 從日本 然後可能是亞洲 可能是中國 然後合成以後 重新賣過去別的地方 大部分的賺的錢 可能是賬面上面去看 可能是中國賺的錢 但是真正賺錢的是美國的企業 所以我看現在這個問題 其實真正的問題 但是對特朗普來說 他需要馬上 我們看一當選以後 馬上做一些以前在進選以後 已經承諾做的事情 對過去很多的人來說 不能夠想像 但是如果說他持續地做下去的時候 我看有一個平衡點 他不可能真的馬上把所有的灌稅都提高 然後如果說他提高灌稅 當然我們看美國在這方面的 這個溢價的能力是比較高一點點 也不等於別的地方 馬上就需要跟你做好朋友 現在的情況 他馬上去做的 可能是中國 日本 德國 所有的地方都是貨幣的操縱的國家 如果說每一個 好啊 你說我是操控 操控這個國家 然後我就操控給你看一看 每一個都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他美國肯定是應付不來的 所以我看他現在需要做的事情是 當一個商人 他馬上把這個開的這個架碼 是比較高一點點 最後能夠達成這個協議以後 也是做勝利嘛 我看這個不是特別悲觀 但是他需要做一個表演 馬上讓別人看起來 我說什麼 我說得到 就做得到 這個是他現在需要做的事情 當機立斷的 您剛才有說到 關於這個匯率的操縱國 因為他一上台之後 就馬上把這個矛頭 也是針對了匯率方面的 就包括像這個日本也好 還是歐盟也好 那麼好了 現在想請問您 就是說一旦真的把中國 真的是列為了這個匯率操縱國之後 中國方面怎麼來應付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當選以後 不是馬上在20號 馬上去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過程 他需要過這個程序 讓國會不同的委員會 能夠都同意的時候 他才能做這個宣佈 不能夠自己去做 第一個就是這樣子 儘管有可能他在未來的時候 可能是半年以後 正在做這個公佈 但是對中國來說 第一個我們有具體的這個 我們實踐去慢慢地理解 他是做什麼 他對不同的國家做什麼 第一個 二個 我覺得更加重要一點點 就是說我們跟美國 實時在過去十多年 我們實時三十多年 中國開放改革以後 我們做這個貿易 就是做生意嘛 做生意就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得意義的時候 才能夠做得成生意 這個是對美國 對我們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不做 我們生意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說 也不一定是 單方面是受損 這個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事情 我們跟它有一個 共生的關係 我們出口很多的 中國的這個貨物 所以綜合金顏來看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 其實對於可能真的列為 這個貨率操縱過的話 中國方面 其實是有自己的應付 我們知道了 好 謝謝馬克特分析